我是1A畫室的黃永昌老師 今天我要示範 黃昏天空和海景的畫法 首先,先用淺黃色打濕大色 然後,將水分和顏色平均鋪排 然後,再用紙巾印上天和地的交界地方 海水的地方印上空白 開始先畫淺色,淡淡的紅色 然後,慢慢加中間的顏色 中間的顏色,包括橙色,粉紅,等等 一步步加深 加到接近大三步的時候 加上少許冷色,就是藍色紫色 藍色紫色可以混合少許咖啡色 讓顏色變得烏雲的效果 比較深層的顏色 可以用自然酸化的效果調配 顏色讓它自己化,自己調配 當我們越畫,就越深 再畫一層,就是咖啡色 混合少許深的玫瑰紅,和少許紫色 顏色就變成烏雲的重色部分 當我們畫完之後 輕輕地調整 它的顏色是慢慢酸化的 當乾的時候,會更加無鬆動 我們畫完幾個層次的雲 之後,我們可以將水彩搖 令到水彩的酸化更加蒙送玉 然後,我們用濕的畫法 畫海水的第一層底色 海水的第一層底色,就用黃色 少許的紅色 將它慢慢調配成橙色 大多數的顏色,是根據天空的顏色而變化出來 當然,會深過天空少許 這個時候,是濕的時候 全部畫紙都是濕的時候 然後,我們慢慢修改 慢慢製造一種酸化的效果 我們可以畫海水的倒影 海水的倒影 要有豐富的顏色 但是,眉乾的時候 它有朦朧的效果 加少許咖啡色,把它蒙鬆動 當海水和天空畫完之後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部份 我們可以用濕的紙巾 將帆船白色的地方 吸出來 接著,再用精細的筆 將邊界橫靚一點 留一個淺色的地方 水彩說 留淺不留心 將淺的地方留淺色 但是,深色的地方 可以不用擔心 當我們畫完軟景 要等它乾了之後 我們就畫軟山 軟山是有層次的 軟的山,接近太陽的地方 有少許紅色 接著,再調一些咖啡色 近的山,就更加粗 可以調一些咖啡色 以及藍色 就會深色很多 我們畫完軟山 接著,將梵樹精細的部分 慢慢調節 接著,就畫水的波浪紋 水的波浪紋 這次是乾畫的 等上一次乾了之後再畫 所以,就有水的波浪的線條 波浪的線條 慢慢用水穿畫 就完成了 多謝你們收看我們的視頻 歡迎參加1A畫室的課程 多謝大家